他来了他来了他终于来了等我好多年呀 这是一条鱼你看得出来吗 大家好是Frank 昨天到了两条好鱼 一条是安文霞梭柚 还有一条是达摩独幼 把他过好温过好水入缸 迫不及待的观察起他来 左边是头部右边是尾部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他的头部啊 他眼睛上方有一个非常长的像早片状的皮绊 他的伪装比起龙王幼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安文霞梭柚倒两只 左边这只破破烂烂 但是对这个黑壳虾有反应 而右边这只完好无缺的 看到黑壳虾以后视而不见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发现这只安文霞梭柚又有点猛眼 而且腹部补胀 很有可能是肠胃炎 这种病对于幼来说非常的致命 赶快把他抓出来泡药吧 这个肚子鼓得很大呀 非常不好 药倒进去 其他的就看他自己了 这要是能活过来 那可以算是奇迹了 这搅一搅水他已经翻了 还好又翻过来了 还有救 另外一只小可爱就是他了 达摩独幼 又叫尸头幼 脑袋大大的 特别的可爱 他并不喜欢游泳 而喜欢一蹦一跳 胸起一顶 尾巴弯着就开始在海底走路了 这个小家伙也是一个伪装的高手 他把自己伪装成一块石头 一动不动当有小虾从面前经过的时候 他要嗷一口吃掉 你看他就这样一动不动的蹲在沙里 等待着虾的靠近 有一只小虾停在他面前 他慢慢的把头转了过去 他盯着虾往前挪了一小步 但是惊扰到虾了 这个虾跑了 没吃到 这个小家伙真的是令人捉急啊 捕食能力也太差了吧 这样可爱的小家伙你们爱了吗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我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